羊圈也建好了 羊也买过来了 又舍得给他割青草 又舍得给他喂精掉 但是我的羊就是干吃不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 绝对不可能 大家好 我是小夕 我每天后来都会受到大量的问羊的问题 但是问自己的羊干吃不长或者说怎么就不上标的这种问题是最多的了 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给大家拓展一下 就是羊干吃不长或者不上标到底是因为什么 大家可以往下看 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图方法 就是能够使你的羊群整体的标情提上一个台阶的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建议点赞收藏 其实绝大多数的羊干吃不长一般都是有基因虫 咱们说的基因虫不光是 不光是肠道虫呀 体表人也包括的 不管是方木的还是绝养的 定期驱虫都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是绝养的驱虫肩胃都要做好 因为你不给羊驱虫的话 咱们给羊喂的精尿里面的大部分营养都被基因虫给吸收了 看着咱们给掉挺多的 其实大部分都被浪费了 还有就是驱虫之后要兼胃 咱们市面上所用的驱虫药那些 没有驱虫效果的 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说那种有驱虫效果的 他们既然能够杀死基因虫 说明他有一定的毒性 这些驱虫药虽然杀不死羊 但是对羊的留位有一定刺激 所以说咱们驱虫的时候一定要兼胃 驱虫肩胃做好之后接下来补料 如果说羊特别瘦的话 把这些瘦的羊集中关在一个圈里面单独管理 多给掉 如果说驱虫肩胃给料都做了 但是羊还是不上标 这时候不一定是有精神的问题了 有可能你这个羊以前吃过那种塑料膜 羊吃了大量的塑料膜之后 它排不出来 这种羊的话会越来越瘦的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母羊特别老的情况下 它也是甘吃不长的 羊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它虽然说也能够正常的发行那种 但是它的消化新人代言能力已经很弱了 尤其是那种老母羊把小羊膏子带起来之后 本身对老母羊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透支 这种母羊表情起不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包括我身后这些羊 我今年是养的第五个年头了 这些都是我第一年养羊陪着我一一块走起来的一些母羊 当时养的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成年羊 现在已经最起码的 五岁六岁起步的了 今年的计划就是把这些老母羊慢慢慢慢淘汰掉 把那些小母羊子慢慢慢慢培养起来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小兮除了去同见位之外 还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让羊上标的一个方法呀 其实也有的 有个土方法 是养老师们一代代的传下来的 你去你们当地镇上 炸花生油的那个油房里去看一下 如果说有那个油 有那个炸过花生油之后的那个花生饼 你可以买过来一点 据老一辈的养师傅说的是那个花生饼 你不用碾碎啊 花生饼直接泡在水里面泡在那羊喝的饮水里面让羊喝 但是泡在饮水里面要掌握住那个度 就是说 这个饮水必须让羊当天给喝掉 不要过了两三天还喝不掉 那就变质了 长期让羊喝这种带花生饼的饮用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羊的标情 这是我刚开始养的时候 一些养老师傅给我说的一个土方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具体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不好说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 以上就是关于羊肝吃不上标这个话题做的一些讨论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养五小时时间的人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